奥特曼是真实存在的吗 奥特曼作为人气极高的特设局 在很多国家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在我国甚至成为了几代人童年的回忆 那么奥特曼是真实存在的吗 相信有不少人在网络上看到过奥特曼真实存在的言论 甚至有人在网络上晒出了在现实中拍摄到的奥特曼照片 比如这两张拍摄于2015年的照片 那天北京遭遇沙尘暴 由于环境恶劣能见度非常低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个怪兽的身影 而第二张则是奥特曼出现与怪兽战斗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的出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不过后面经过调查确认 只是网友经过辟图的恶稿而已 而除了国内 国外也曾出现过奥特曼被拍摄的消息 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拍自于心里 照片上模糊不清的人形很像奥特曼的形象 这忽然出现在空中的不明飞行物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不过后面也被证实只是一个亲戚的气球人偶而已 事实证明网络上关于奥特曼真实存在的言论 都只是谣言而已 那么奥特曼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呢 其实呆毛认为奥特曼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奥特曼的每次出场都代表着正义 守护以及希望 相对于真实的奥特曼 呆毛觉得奥特曼更像是一种 代表着光明与希望的信念 所以只要心中有希望 那奥特曼就会以一种你看不到的方式 默默地守护着你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奥特曼真的存在吗 请将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我们一同讨论 同时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